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世界上面 我就跟他講說 台灣跟大陸 是比較特殊的幾個區域 全世界都在學跟病毒共存 台灣就是卡在中間 不像歐美那麼開放 但是也不像大陸這麼的封閉 我們的人民 因為我們之前 整個一個所謂的防疫 做得很好 現在因為快篩 看到那數字的跳動 到今天3000多個人 很害怕 就造成了今天股市上面 的一些變化 跟美國股市的一些的變化 造成的一個影響性 但是我在今天裡面來講話 要探討的是 雖然在這邊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美國股市 美國在昨天鮑爾 他再度的重申 非常鷹派的言論 他未來要數次的升息 升息的馬數 可以高達兩馬以上 對不對 我請問大家一件事 難道你不知道 五月美國可能要升息兩馬嗎 應該是知道的吧 只是在你很脆弱的過程之中 你就還是會去反應那樣的一個利空 所以我才會說 在這個過程中 2022年它之所以 它並不是這麼的簡單 它會有多空雙向 它會有很多的產業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它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2021年的機器太高 當你2021年的機器太高 你的成長度 成長的幅度 你就會減少 對不對 你在這種過程之中 股市分成三個層面 一個是資金面 所以我說資金面就是確定 你2021年太好了 你到目前2022年 大家說的一堆 但是你可以發覺到 從三月份的營收還是告訴你 還是很好 所以美國才敢升息兩馬 你要搞清楚邏輯在這裡 如果美國的經濟動能不存在 美國敢升息兩馬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昨天才會在這個節目 問投資朋友一件事情 美國這麼鷹派全世界裡面來講話 在這個時間點的貨幣政策的鷹派 收縮的資金為的是什麼 就是打通膨 你現在才要去買通膨的概念個股 不是不行 你就要記得你不是做波段 因為所有的升息動作 未來不管升兩馬升幾次 就是為了打你的通膨 所以你再去選擇這些的 通膨的概念個股 你自己要有一些的所謂的角度 去做一些的一個操作 你操作在這一類型的個股 本來就是做短 至於在今天裡面 我剛剛講說 今天的台灣 因為人數上面是3000多人 就很緊張 今天不再是快篩概念股了 今天換到其他的生技 醫療個股 只要是吃藥的 藥局的也都漲 因為你受藥到福 我們台灣我就跟他講說 只要做好兩件事情 一個把快篩的價格 壓低 台灣壓不低 台灣一劑如果要300多塊 跟國外買一劑100塊以下的 現在我們的政府願意去做 所以快篩概念股就下來 現在大家 我說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口服要買齊 你不是給我們看簽約 把口服要買齊 你口服要買齊 大家就不會這麼樣的一個 神經緊張 去亂買一堆感冒藥或幹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觀眾朋友你真的那麼擔心 連感冒藥你都亂去買 製藥股也亂去買 你就去打流感疫苗 很多人年紀大的是免費的 這個部分裡面 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 所以台北股市我覺得 我說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他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在他籌碼根本沒有沉澱 我們說在股市 薯邦待這麼久的時候 看這個盤我就知道 他的問題 我一直跟他講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籌碼沒有沉澱 完全沒有沉澱 每一天都是短線客在這邊 衝來衝去衝來衝去 一下衝這邊 一下衝那邊 一下衝這邊 對不對 你在之前裡面還想得出來 一點的邏輯 到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你都覺得這市場是瘋了嗎 我就問大家 大家說 因為我們現在疫情 升溫到3000多 有些的學校上面來講的話 又要開始遠端視訊的上課 問題就來自於 台灣的疫情是兩年前就發生了 你遠端視訊的NV的這些需求 該買不就一年前 兩年就買了嗎 你現在會因為這次的疫情 你再去買一個NV嗎 這個機率很低 對不對 然後你再隨便去買生技個股 你自己要去知道 生技個股本來本益比就很高 你選擇 大家說因為美國要升級 所以修正高本益比的個股 那生技個股本益比也很高 所以它就是純題材股 我沒有說純題材個股不能做 你可以做 你基本上如果你是短線的高手 你可以做 可是問題是你就要散射你的停利停損點 你要有自己的一個所謂操作的邏輯 因為那個不能爆 你爆久了有時候會出問題的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所以我說台北股市 我們再看一個盤 它到底是不是很穩定的時候 然後第一件事情 它的幅額要下降 它的輪動的速度不會那麼快 它會有主流 告訴你說現在主流是什麼 台北股是現在有唯一的主流嗎 我說沒有 它就是輪動快速 對不對 像今天電子個股 昨天是電子個股衝上去了 今天電子個股下來了 金融個股衝上去了 對不對 之前是農金個股下來了 對不對 然後應該說 之前是運輸個股下來了 農金個股衝上去了 現在是快篩個股下來了 制要個股衝上去 這種都不是叫做主流 這種都不是叫主流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看盤 一定要知道 多頭市場你可以抓得出主流 它是主流 現在因為籌碼 沒有辦法去有效性的沉澱 這台北股市會很容易困住 它會很容易困住 尤其是你在籌碼面上面來講 不能夠讓它有效性的沉澱 有時候股票上面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 有時候股票 它就會形成一些的超跌 所以你要忍 你有時候在一個籌碼 還沒有沉澱的過程中 你要忍 你自己要心有定見 我在昨天就舉例了 我說在這個時間 大家都會去講致意 因為投信有買回來 可是我也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忘記之前的最高點是投信買起來的 最低點一百零幾是投信殺出來的 不都是這樣子嗎 所以來自於你對這一家公司 你的基本面上面的認知 你的認可 每一個公司用EPS換算出來 都會有一些的一個認知 所以我覺得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來講 你之前還可以告訴你一個比較完整 台北股市比較完整的 你上漲的一些的理由 我就到今天裡面來講話 它這個純題材的概念在動的一個情況之中 已經太明顯了 股市之中它的不穩定性 它會出現到幾件事情 一個沒有唯一主流 沒有主流 輪動快速 像挪扎的烽火輪 當它開始大盤 像挪扎的烽火輪在漲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心急 尤其是你喜歡做波段的 你就不要心急 除非你就是做短線 衝來衝去 我沒有意見 再過來群魔亂舞的時候 群魔亂舞的時候 你要小心 那個也是一件不是太好的事情 就是沒有基本面的 股票一直在動 它可以動 但它動不久 你想想看如果一家公司 它沒有很大的一個基本面 到最後一定籌碼會落到散戶的手上 不管是大股東或是業內跟主力 它一定會到 所以你如果之後去買一些 沒有基本面的個股 我沒有說不行 鼠方在這個週末的過程之中 希望大家都很快樂 我沒有說不行 但是你自己要有散射 停利停損的一個準備 就像我在這個節目跟大家講說 你的持股比例 你要控制在5成或5成以下 不要去使用融資 就是在等什麼 你要等這些籌碼去做沉澱 因為我們的台灣 不是只有投資朋友 藤玲勇你而已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基金就是這樣 他都去買那個營收 買那個獲利 大家也知道我剛剛有講 台灣是卡在中間的 大陸是走極端 兩個極端是歐美跟大陸 歐美是完全性開放 我連口罩都不要戴 中國大陸還要封城 他一定會 中國大陸的封場 一定會影響到台灣 很多公司的營收 也不是只有電子個股而已 只要中國大陸有設廠的 大概都會受到影響 他4月份營收會盪下來 對不對 這用基本面的邏輯想得到 他會盪下來 但重點是他後面有沒有需求 如果後面有需求 你現在封城你總有一天會解封 你的整個貨出去了 營收就上來 那個叫地延性的需求 可是這個當時候 你現在裡面 馬上就要面對的下下禮拜 下個禮拜之後是不是下下禮拜 5月到5月10號 5月1號 5月10號 就是要公佈4月份的營收 大家就會看營收在做股票 你就去觀察 這些在中國大陸封城的概念個股 公佈4月份的營收的時候 能不能利空出境 如果後面是有需求的 就像我就做個舉例 馬斯克是一個狂人 Mask就是特斯拉的老闆 他就講 我現在所有的聯組件的價格 漲翻掉了 我能不能拿到都不一定了 我們台灣很多的廠商 在中國大陸也說 我在這個廠區裡面我可以運作 可是我要拿得到料 我才可以持續的做 可是特斯拉老闆 為什麼特斯拉最近還漲 他還是告訴你 沒關係 特斯拉的很多廠都在中國 他說沒關係 你封城 我後面還是很多排隊在那邊 我整體的需求量在第二季 這就是重點 第二季跟第一季不會改變 他說是不會改變的 量是一樣這麼多的 所以我還會跟你講說 封城它不是重點 它會不會影響到特斯拉 4月份的出貨 車子的出貨當然會 但重點是你現在影響了 可是你將來總是要解封 我的車子就可以運出去 所以我總體來講的話 我不會因此而衰退 所以你的概念 剛剛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從特斯拉的馬斯克 這樣的概念之中 你就知道了 現在的電子個股 很多人很怕 就是4月份營收 擺明就是要盪下來 因為中國大陸的封城 可是照這樣的邏輯來看 可能你4月份的營收 你就會遞延到5月 遞延到6月 可是整體而言 你的營收是不會變的 請問你 你因為4月份的營收 衰退而去亂砍股票的 是對的嗎 那就代表它4月盪下去 這個遞延到5月 5月不就上去了 你就是來看 它在公佈4月份的營收 會不會利空出境 我覺得這可能性上面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是要去做留意 台北股市真正問題 我就跟他講說 一個空投市場 我們有幾個判別 我剛剛已經講幾個 從結構上面 如果你每一天漲的都不一樣 今天跌的 也不代表禮拜一不會漲 今天漲的 不代表禮拜一會高高讓你跑 對不對 你在這時候 輪動快速的時候 你就要記住 沒有主流 你的操作要稍微冷靜 你的持股比例也要控制住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從技術面的角度 就是他佔五日均線 三個營業日以上 我們來看看台北股市 今天裡面他就跌破五日均線 但他KD指標還沒有交叉向下 對不對 所以就代表他目前還沒有擺脫 整個空投的一個糾纏 他還是沒有 所以我個人認為 在這個時間點 還是簡單一點點 回歸到基本面 另外一部分來講話 如果你是做短線的 就還是按照日KD 交叉向上就做多 交叉向下就是短賣 月季線還是你的壓力 中長線的一個壓力 輪動速度很快 傳經電這樣 啪啪啪這樣輪動 昨天是電子 我沒說錯吧 今天就是金融 對不對 所以每一天都漲得不一樣 所以你就記住 不管如何 只要各國的五日均線正乖理 我說不管屬方我說 或是你每一天看到一些老師 每一天一定要講漲的 他在講的那些股票裡面 如果他的正乖理 2到4%以上 你千萬不要過度的 去做一些追高的動作 現在的籌碼面 是資增 卷增 但是架不強 我覺得這個台北股市的籌碼結構 是有問題的 我會建議大家 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冷靜一下 因為你現在的資金是有限的 你不需要一定要以軟及時 你可以在這種過程中 把你的資金準備好 有些個股如果有超跌 因為籌碼的問題 它有時候會超跌 就像你軋空 它會超漲 你的籌碼不穩定 它會超跌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在之前我才會跟大家說 至於120以下 就是有投資的價值 超跌的時候 你把你剩下的 保留在五成多的資金 你就用上去 避免在這種過程中以軟及時 可是你可以買到很好的價格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說 你為什麼每一次的持股 比要不一樣的原因 就在這裡 也看得出來台北股市 好像某一些人想要戶1萬7 戶1萬7這個數字 看得出來應該不是外資 應該是政府 這不是我要去討論的 所以重點是在於第一個 你的貨幣本來就是要走鷹派 不然2022年我幹嘛 去年的2021年12月就預告 台北股市在今年沒這麼好做 那就是資金面它本來就要緊縮 可是市場要去習慣這個資金面的緊縮 這個習慣資金面的緊縮 它就會用什麼 利空出境 就像我說中國大陸封城 公佈4月份的營收 它能不能利空出境 那一樣你美國的升息兩馬 鷹派的言論 你美國公佈值率漲 你美股不會再去做反應 這個叫利空鈍化 你台幣的貶值也一樣 台幣的貶值 你的台股能夠去做指紋 這也叫利空鈍化 它這樣子的鈍化 這些利空鈍化 還有中國的封城 這樣的話對台北股市 它的上漲才會有正面的幫助 否則以台北股市目前的結構 你要它漲到變成一個多頭 有點困難 我就跟他講 我永遠講實話 這個是有點困難的 它每天漲得不一樣 而且慢慢越來越投機的時候 這個群磨亂舞 它絕對不是一個 能夠讓大盤大漲 所以這個時間裡 一定要把利空出境 台北股市才有一定的 指數上面的空間 所以我講這麼多 就是希望投資朋友 你不要過度投機 沒事很多個股在高點 我們就是說 整個在這個過程中 一定有很多人是很投機的 可是你投機 如果你能夠散射停利停損 我沒有意見 可是如果你要爆股票 爆股票你賠錢不賣 你一定要去買到好股 對不對 你才有所謂的逢低 再把你有限的資金往下買 再買 然後上來你就賺錢 這種過程中 一定就是業績成長股 才能夠讓你辦得到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 我就是希望投資朋友 在面對目前群磨亂舞 輪動快速的時候 回歸到業績個股 不然的話這個盤上面 你持續這樣子 跟著這盤面上面走 到最後你會發覺 你動一檔 西檔 滿天都是小星星 後來星星都不亮了 最後太陽終於出來了 你都沒有辦法買到什麼 大波段的一些個股 這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要買進業績成長個股的投資朋友 隨著屬方的一個操作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再針對個股來告訴大家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一定要有個認知 2022年的操作 它一定是福貨相應 也就是說 現在為什麼要極力的 快速性的 鷹派的一個升行 就是要打壓你的原物料的高漲 所以如果你認為原物料 現在價格這麼的高 它還能夠持續這麼的高 那你就去買 如果你認為未來一次兩次 基本上第三次 三次升息之後 原物料價格會被壓制住 那你就不要過度追高 這是一個邏輯 這是你的看法跟邏輯 就像我說俄羅斯跟烏克蘭 他的戰爭 誰能夠知道什麼時候停歇 不知道 如果你認為他會一直打 一直讓原物料的價格這麼的高 那你就去買原物料相關 概念個股 那鼠方不喜歡去做的事情是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的 那是神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又何必 所以你在福貨相應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有幾種選股的邏輯出來 就是說你過去 你因為晶圓代工 你缺的過程之中 你拿不到料源 就是IC的料源的部分 那你現在有機會拿到 那就是你現在先選股的邏輯 因為PC、NB、手機往下 所以你之前還在排隊的 那一定就是好 他就一定是好 以前還在缺的 拿不到貨的就會變得好 因為沒那麼緊了 所以這裡面從電子個股裡面 就篩出來什麼 他就篩出來了一個 就是車用 特斯拉就告訴你 我將來還是好 對不對 再過來他篩出來什麼 網通 網通也是之前缺 可是如果中國在封城 我就不曉得了 那是另一種當別論 因為網通的毛利沒那麼高 所以一旦 又有別的訂單的過程中 他很容易被捨棄 這是大家知道 車用是比較不會 因為車用的毛利比較高 這是大家知道 可是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網通的族群是OK的 車用的族群也是OK的 就像我跟大家講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過這個邏輯 可是大家不信 現在大家投信又再買 所謂的族群 我說你要買 你真正合理的價格 我就跟他講 譬如說族群今年是10塊錢好了 15倍本益比是150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說 那你去年是8塊錢 15倍本益比是120 所以120以下 那你今年裡面來講的話 為什麼跟你講說 你130不要過度追高 原因就是你130到150這中間 一層 一層多 那如果你要過度去做追高 你就要冒一定的風險性 你就要冒一定的風險性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120以下是OK的 是沒有問題 那還有過來 就是說除了我剛剛講的車店 跟所謂的一個 網通的一個族群 車店我應該講說 目前還在漲價 大概就這幾個 半導體還在漲價 然後車子的部分裡面 我也跟他講說 如果MCU 如果純粹以MCU來看的話 就心糖特別好 因為他的故事不是MCU 我以後有空再跟你講 那你自己去做留意 他如果有回檔的時候 你自己去做一些留意 你自己看 這是電子類股指數 跌到這裡 所有均線下 這是心糖 他有沒有比電子類股 比大盤來的強 這是你自己去做一些的判斷 但是心糖為什麼最近 會這樣的一個修正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籌碼的問題 籌碼他是有問題 所以他被修正 但是基本面有沒有 我說低檔是基本面支撐出來的 高檔一定是技術面創造出來的 那就看你怎麼想 因為他今年裡面有機會 賺到一個股本以上 所以這個部分 就看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沒有意見 我只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去選擇MCU的話 你就要以心糖為主 因為心糖的消費性電子比重 比較低一點點 另外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說 還有來自於政策的偏多 政策在這個時間點 像5G就是歐美偏多對不對 政策的偏多 再過來就是綠能方面 綠能裡面分成風力發電 跟太陽能 太陽能 如果說以國家對就兩個 一個是聯合再生 一個就是所謂的元金 元金已經漲了 元金我們以前就跟大家講過 他已經漲上來 我是覺得接近50塊錢以上 就不要過度追高 那今天的3576的新日光 還在這裡 再過來 如果是風力發電 他的風力發電的指標 是尚尾頭控 跟9958的一個四季鋼 這你自己去留意 那華興到底算做什麼 華興他的題材就比較多了 還有原物料的鑷 還有不鏽鋼 還有風力發電 那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自己去看 我說他有一個最大量在這裡 你今天裡面 他50區間乖離到2到4% 你要去做追高 那被電到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這技術面就是這樣 乖離太大 可是如果以大量區間 他這個大量區間是多少 是43 那你自己去看 這一類型的個股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之中裡面 你自己要去留意 風力發電的概念 或是整個一個 太陽能的一個概念 他的主要的原因是 未來裡面來講的話 這全世界都會往這邊推 為什麼會往這邊推 是規定 就像全世界車子 一定不能夠 未來2030 剛好204年 2040 就不能夠用所謂的 一般汽油車 要用電動車的原因 這就是政策在推 這個部分 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的 那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這種過程中 很多的一個投資朋友 你自己要去留意 很多的個股上面而言 第一點一定是靠基本面 他支撐出來的 你每一天只會看投信的 進進出出 沒有什麼用 因為投信有時候買一買 他就給你賣一賣 然後給你殺低 破低 你又更得很害怕 然後他最後又跟你追高買回來 你要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你回歸到中心的原則 就是業績成長個股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就是鎖定幾個業績成長股 把你持股比例控制住 有超額利潤投資價值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著屬方 一起去做進場的動作 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跟上我們的業績成長個股 盤中的操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可以aje到最高的部分 10-1點 真的動作 超綜藥 超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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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